是一个双色茉莉 大家一定要了解 你像 虽然说他叫茉莉 叫双色茉莉 他其实跟茉莉不搭边 那个茉莉呢 它是木系科的 这个呢是前科的 你还有一个叫风车茉莉 它是甲竹桃科的 它叫是叫 但是它不是 你简单的一盖着就行了 好吧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打开 给大家看看描情 再给大家再说一遍 只要带有这种标签的 没什么事 这都是有关部门 介绍介入了之后 这个都是没事的 就是催泪行动之后 存活下来的商家 包装还是比较用心 属于一个常规包装 嗯 描情很新鲜 也没有出现 什么样的冻伤 可能这两天 天气也比较暖和了 又是这种土球过来的 其实跟大家说 就是这种土球 是最难养的 就是相对于 新手花友来说 最难养的 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就是进了个苗子过来 那为什么说难养的 很多花友 在接触到这种土球的时候呢 他们并不会照顾 先上这种收到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进行洗根换土的 你如果说让我这样养的话 我也能养活 我就找点土 找个盆种上 放到我们棚里面一样可以活 这个到日后 它就涨的就会慢 如果说咱们换到一个好的土壤里面呢 以后涨的会更快的 这样子的话 咱们就已经洗完根了 有的话 我说这么洗根换土 我可以这么操作吗 你要注意几个事项 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湿度 如果说家里面的空气湿度不够的话 上面这些个叶子 成为它的一个负担 如果空气湿度不够 怎么办呢 你可以剪掉 剪的时候你就可以下点狠心 像这么着 直接一刀下去 给它剪平了就行了 尽量的少保留 就可以剪成这种感觉 好吧 这样的话也更加容易 增加它的一个存活率 如果说叶子很多的话 它会过分的把母体里面的 这些个水分抽干 而根系呢 在咱们伤根过后 会伤了它的元气 吸水能力会变差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在这个季节 尽量的要再稍微暖和一些吧 我估计的 这个在路上本身有点动 咱们在洗根换土之后呢 它肯定会有一部分的落叶 这个肯定会有 我觉得运气好的话 可能就没有了 将来咱们就找一个 这个花盆直接重新给它种进去就行了 好吧 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加任何的肥料 任何肥料就不要加 不要埋得太深了 那种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种完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遍透水 放到一定要温暖的地方 尽量的是在20度以上 15度就太勉强了 最低温度不要低 15度是可以 尽量的要在20度以上 然后呢 可以正常的去给它一些光照 但是夏季高温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暴晒 任何肥料都不要用 大家如果说怕那种 就是说 想要那些快速的生根一系列的话呢 可以说是用一些类似于生根粉 或者说激素类的东西 可以用 但是别天天用就行了 鲁莽了 我早知道有花苞的话 我就不这么操作了 还有一个呢 就带着花苞 不要那么操作了 好容易长出来的花苞 如果说大家这么操作的花苞 肯定会掉 这个完全取决于自己的 你看 来前它就已经有很多黄叶了 这些黄叶应该大部分 全部会脱落掉 最后就剩几个小牙子 可能有个别的枝条还会死掉 有的话说 老花仪你这么不推荐用泥土吗 用泥土养就不行吗 可以 完全可以的 像我们后面有盆景 也在用泥土养 这个是可以的 如果说再有下一期 这种土球来的 我下一期我就不给它换土了 就是进行土养 关于双色茉莉的一个开箱呢 和养护呢 简单的给大家逗逗了一下 其实养护起来 就跟普通的茉莉一样 光照给足 它并不怕热 好吧 开花有点凑凑的 它一个花上面是两个色 所以就双色茉莉 浇水呢 还是干湿循环 用土的话 不太讲究 只要温度啊 尽量的维持在五度以上 五度以下 多多少少都有冻伤的风险 15度以上正常生长开花 光照一定要给足 肥料的话呢 用通用型的 现在咱们刚换盆就不用了 苗芹呢 还是比较不错啊 价格都18块多钱 不到19块钱 然后呢 只能说中规中矩 苗芹还可以 你看其实买来买去 我开了那么多香 其实就属江苏的性价比高 但是容易踩空是吧 现在也会好很多了 好了 综合得分呢 有个85分 然后呢 大家如果说 想看什么其他的开箱视频 记得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